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念四 概念四叫做过线外一点做垂线 很多同学连这句话都看不太懂 这也不能怪你 因为这时候有时候呢 数学里面有一些文字或是这个语言呢 他就把它精简 这个过的意思就是说 通过直线外面的一点 画垂直的线 通过直线外的一点画垂直的线 那什么叫通过直线外一点 请看这边有一条直线叫L L外面有一点叫P点 那我们呢就是要通过这个线外一点 通过P点呢 你要画一条垂直的线 它会通过P点 而且会跟L垂直 就是这样 它其实呢 画出来的感觉像什么样子 它画出来的感觉就像这样 有一条直线L L外呢有一个P点 那我们要通过P点 一定要通过P点哦 你说这样画可以吗 没有通过P点 这样不行 你说通过P点 结果画斜斜的 这样可以吗 这样也不行 那你一定要怎么做 你一定要通过P点 而且会跟L垂直 你一定要这样画 你这样画 通过P点跟L垂直 这样才可以 它要画的就是像蓝色的这条线 这个样子 那这个要怎么画 其实事实上呢 你在学尺规做图的过程里面 你没有说有学到哪一个有垂直的 只有我们刚才有画到一个叫做中垂线的做图 所以呢 可是中垂线问题来 中垂线只适用于线段 直线它没有终点 所以你不能画中垂线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有一个 很巧妙的一个方法 我们想办法呢 在L上面呢 做出一个线段 那做出这个线段呢 这个线段中垂线又会通过P点 那这个很奥妙的方法怎么做 请你注意一下 首先呢 你先把原规拿出来 把尖尖的地方呢 戳在这个P点的位置 然后呢 你原规拿直的 然后你要画一个弧 这个弧请注意一下 这个弧呢 必须要有跟L有焦点 必须跟L有两个焦点 那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 你这样子就太短 太短就没有焦点 那你必须要 这个 这个原规开的这个长度呢 必须要超过直线L 超过L 就等于说距离要超过L 就对了 那这时候呢 你再画 画一个这个弧 画一个弧 要跟直线L 有两个焦点才可以 好 就画一个直线L 这样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有一个线段 就出现了 你这边就会有一个线段 就被你画一个线段出来 我把它做得清楚一点 这时候就有一个线段出现了 那而且呢 这个线段呢 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画中垂线的话 它就会通过P点 因为它本来就是 从P点这边画过来的 这两个焦点呢 其实都跟P点的距离 是会一样的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你就从这两点呢 画中垂线 中垂线还记得怎么画吗 中垂线就是以 分别以这两点当作原型 然后呢 超过一半当作半径 超过一半当作半径 然后呢 你把它画一个红 你把它画一个红 那这时候呢 这个红请注意一下 这个红呢 这个你可以画大一点 好 请看 画大一点 那这个画完之后 原规就不要动 移来这个右边这个点的地方 再画一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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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时候就好像在画中垂线 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就把这个 笔呢 拿出来 把这两点 把这两个点的连接起来 这样子就会得到 题目所要求的 通过P点 而且和直线L垂直 它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中垂线 做图 的延伸 的变形 中垂线做图的变形 它想办法做出一个线段出来 然后呢 再画这个线段的中垂线 一定会通过P点 那有些同学 就是 他很厉害 他说老师 这三个点 都会在同一条线上 那我是不是呢 只要画一半就好了 我这个中垂线 我不用画全部 我只要画一半就可以 比如说他画下半部 这样可以吗 这样子是可以的 请注意下 怎么画呢 老师这边呢 给大家再画一次 给大家再画一次看看 假设呢 假设呢 这边有一条直线 L L外面呢 有一点叫P点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要画一条直线呢 通过P点 而且和直线 L垂直 那就是 我们先想办法 做出一个线段出来 尖尖的地方 戳在P点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圆规呢 跟L 想办法 让它有两个脚点 也就是要 做出一个线段出来 让它有两个脚点 要做出一个线段 那做出哪个线段呢 就做出 这一个线段出来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画 这一个线段的一个 中垂线 一个中垂线 那我们不用画太多 我们画一半就好了 那先以这个点呢 当做圆心 超过一半 当做半径 这现在已经超过一半了 那画一个弧 那画弧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 我们不需要把整个 整个弧把它画出来 我们画一半就好 假设我们画下半部 就画一个弧 短短的下半部 然后呢 再移到另外一边来 再画一个弧 再画一个弧 感觉上 好像在画叉叉 那事实上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弧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弧 它就像左边这样 但是我只画出下半部 为什么只画下半部 因为画下半部就够啦 因为两点就可以决定 一条直线啦 这时候我们把这两点 连接起来 就可以得到 通过P点 而且又会和直线L 垂直的一条直线 好 这是呢 这个 你说这两种画法 哪一种可以呢 都可以 你觉得 这个哪一种顺手 你就用哪一种来画 就可以了 这个叫做 过线外一点 做 垂线 通过 直线外的 一个点 画 这一条直线的 一个垂直的线 这一条的 这一套